如何判断一个人所讲的事情是不是事实和真相 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去看看此人昨天是怎么说的 前天是怎么说 大前天是怎么说的 今天相对发达的信息技术为此提供了保证 汽车观察 2019年6月10日12点20分报道 入夏以来许多地方最高气温都逼近40摄氏度 不光人很容易上火 车子也很容易发火 近期关于汽车起火 自然的事故报道明显多了起来 说了这么多 就是想告诉大家汽车自然是司空见惯的事了 各个品牌都会发生自然事故 国内每天大概会有200辆汽车自然 据上海消防的数据显示 上海2011年与汽车燃烧有关的火警有900多起 而上海当年的汽车保有量在285万辆左右 起火概率约为3.16起每万辆 据公安部统计 截至2018年底 全国汽车保有量达2.4亿辆 如果按照3.16起每万辆的起火概率算 每年大概有7.5万起汽车起火事件 平均每天200起左右 由于路面上跑的大众最多 所以大众出现自然事故的次数最多 平均每天三起大众 也可以说销量越好 起火事故越多 每年5月至10月是汽车自然的高峰期 消防部门曾对机动车自然事故进行过分析 其中小轿车火灾居多 占40%以上 行驶状态下发生火灾居多 占70%左右 火灾原因以电线短路居多 占60%以上 同时也要看到 有许多起火事件是由于司机不安全驾驶 从而发生碰撞事故导致的 所以大家在日常行车时 务必做好车辆安全检查 做到安全驾驶 杜绝酒驾 独驾 醉驾 毕竟在不安全的驾驶行为面前 再好的车也得败 再一次 再次 再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